中东启示录7 东方与西方 文明与野蛮 公元750年 阿巴斯王朝取代沃玛亚王朝 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 侥幸逃脱的沃玛亚王朝后裔 跑到西班牙建立了后沃玛亚王朝 这两个伊斯兰王朝 也就是中国史称的黑衣大使和白衣大使 长期并存 不同的是后沃玛亚王朝 也就是白衣大使远离中东扎根南欧 在这个时代 文明只属于东亚的唐帝国 中东的伊斯兰帝国 和被中国称之为大秦的东罗马帝国 以白衣大使为邻的西欧 还处于落后的野蛮时代 所以远离中东的白衣大使 才能一起绝尘 在欧洲发展的不亦乐乎 与西欧的野蛮时代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高度文明的大唐帝国 此时的唐王朝基本控制了西域地区 之前沃玛亚王朝 虽然占领了印度和阿富汗地区 但在唐军阻击下 阿拉伯人被迫中断东祸 作为沃玛亚王朝的继承者 阿巴斯王朝没有退却 不仅因为中亚本来就是阿巴斯王朝的龙兴之地 而且在这个地区 阿巴斯王朝还拥有一个共同抵抗大唐的盟友 吐伯 吐伯与大唐同一年立国 而出唐的主要对手是高沟离合图绝 吐伯在西域与唐朝一直打打合合 也没占到便宜 大唐灭掉高沟离合图绝后 开始向西扩张 唐朝名将高先知两次跨越帕尔米高原 把吐伯打得胆战心惊 在与吐伯作战的同时 高先知又顺便学习了一个西域小国 石国 逃走的石国王子向阿拉伯帝国求救 高先知决定先发制人 主动进攻阿巴斯王朝 高先知太疯狂了 率两万多唐军长途跋涉 去攻打占据天时地利的阿拉伯大军 不过那个时代的唐朝官员都很自信 连不入流的使官王玄策 都敢一人灭掉半个印度 更何况是横扫西域的高先知 但强大的阿巴斯王朝 不是虚张声势的印度 高先知败了 大批的随军工匠成为了阿拉伯人的俘虏 中国的造纸术 烧瓷技术和丝绸制造工艺 也在此战之后被阿拉伯人逐步掌握 唐军虽然战败 但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动摇 随着大唐在西域和中亚势力的迅速恢复 一场针对阿拉伯的复仇之战 似乎就要发生 然而这个时候 改变唐皇朝命运的安时之乱爆发了 大唐不得不调回西域兵力 阿拉伯人没有趁机东进 而是寻求与唐皇朝和解 还派兵帮助大唐平定叛乱 后来参与凭乱的大部分阿拉伯士兵留在了大唐 成为了中国回族的祖先之一 与唐朝恢复和平后 阿巴斯王朝逐渐步入了巅峰时代 军事场碾压西方 经济文化科技也是空前繁荣 经历了八十余年的黄金岁月 阿巴斯王朝盛极而衰 帝国内突厥奴隶开始取得权势 将哈里发玩弄于鼓掌之间 王朝逐渐衰败 外族趁机入侵 帝国内起义接踵而来 阿巴斯王朝虽然没有因此而灭亡 但统一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一去不返 中东再次陷入了政权格局的大分裂时代 阿巴斯王朝逐渐